我們就談了很多方案 最後的方案就是這樣 去英國的法庭那裡 告中國共產黨 說它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 要求主權歸還給英國 然後我還要分一點點 然後就跟英國談判 英國現在的當權負責香港的事務 實際就是那個RAAB 那個外長是不是叫 應該是外長來的 這個人很熱心 真是幫助香港的 跟他談談點數 那個主權他都沒有興趣 再回來香港了 就是交給我們97年的香港人 但是一定要主持一個獨立的 叫做referendum 公投 最後呢 在適當時間 就讓我們香港自決 自決什麼 就路時自說了 這件事呢 因為在英國是告得入的 因為英國是簽了《中英聯合聲明》的 所以這個法律的管合地 就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就是共產黨喜歡上法庭爭拗 不過我不知道99%都是不上庭的 他覺得英國沒有管合權 他覺得英國沒有管合權 他是中國的內政 香港是屬於北京的 就是這樣 如果打贏了這場官線 這個主權 要英國可以幫我們暫管 這個主權實在也是國虛的東西 或者如果真的有個臨時 我們如果有個臨時 在倫敦有個臨時 政府也好 臨時議會也好 現在在右邊的還有一套 或者是這麼常會 是很常會的 一個人都是連結給他們 然後他們跟中共的 一層的英國政府 把中共疑不扭 這個人們的 他都沒有在運動 而是他當中英國的 每個都是他到外面 的 你不懂得 說現在是它 所以我們如果有什麼事 我們香港要找保護 要自己決定 這個我們不想喪失了它的主權和安全 我們當然想光復香港 所以就要有一定的保護 如果我們自己有臨時政府 就可以和某國簽什麼合同 就可以保護香港 這件事你們明白我在做什麼 不是很難的 我估計一兩個月左右就可以做好一張訟詞 你知道做好一張訟詞才是一天半天的問題 但我也很想多謝我們的觀眾 我真的不認識的 很多觀眾是給很多法律意見的 有一位還有公民黨的 我非常感謝他 讓我們可以考慮不同的問題 因為老實說 我自己的東西 雖然比很多人多很多 但是比全部人多 是非常有限的 跟專業的人不能比 實際上我們公民黨是有很多好的律師 實際上如果這件事可以他們 如果不是香港的話 又不是香港的話 又在倫敦的話 完全可以做 如果他們可以介紹 有另外更好的律師 我就完全願意和他們聊天 他們的師父 很多人在英國讀書 他們的師父當然有料 所以我希望公民黨可以 這方面我們出去分力 以前我真的覺得他們做得不夠了 中國犯了這麼多 郭宗英聯合聲明的事情 他們經常都在這裏 一味靠吞 只有一個忍字 然後跟他們和解 基本上讓步和解 我覺得這次是他們做一場好戲